有一种友谊,叫奥戴利赫本与纪范希,一组珍藏的老照片,见证玄机奥戴利赫本是人间的天使,连上帝都愿意亲吻他的脸颊,他就是这样一个讨人欢喜的人。 人们只要提及赫本的名字,眼前浮现的永远是他轻空时分的面容,还有那清澈易如秋水的眼睛,眼波流转,唇使含笑,比公主还要优雅的举止,极具特色的穿衣品味,让她像高贵的天鹅一样,美得不可侵犯。 可是,有一种友谊,比婚姻更为牢固,那就是奥戴利赫本与纪范希。 1948年,奥戴利赫本在一部时,长仅39分钟的荷兰风光纪录片《荷兰七课》中出镜,开始电影生涯。 最令人难忘的是,赫本在《罗马假日》里,出演了一个暴民间微服出巡的安妮公主。 俏皮可爱,升级勃勃的公主形象深入人心,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。 那时的赫本用天使降临好莱坞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。 在纪范希的心里,奥戴利赫本是她的妙思女神,她曾这么描述赫本,当我打开了工作室的门,一个年轻的女子昔然而至,非常的纤细高挑,有着母鹿般的双眼,短短的发型,穿着窄裤,T恤衫,拖鞋,水手帽上还砸着一条红色的缎带。 作为一名专业的服装设计师,纪范希对奥戴利赫本的欣赏,也许并没有男女之情,也难怪纪范希能为赫本设计出如此经典的服饰造型。 从1953年延续到90年代,奥戴利赫本是晚礼服,一直是纪范希服饰的象征与标志。 两人相知相伴42年,他们的友谊比爱情更为牢固,正如赫本所说,42年的友情,有一些人是我深深爱过的,纪范希是我认识的人,里面最正值的一个。 而纪范希终生未娶,赫本则先后有过三段婚姻,他们的友谊却永世流传。 作,奇闻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完全归属作者。 作,奇想公主席 fun skull,rt诵佛语来源互联网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